所以要來看的是 國書館所辦的網路票選 民國百大人物的活動 在這個票選的活動裡面 是跟中國的領土人 毛特東跟電修平 來致建國百年人物 這件事引起了多久的證明 現在又讓國書館的官長 林萬宏以為這樣 來實質下台 國書館的官長林萬宏 是一方配尊要 在去是正義國書館來辦理 夾部的交接 但是是故傳媒體裁縫 在去10點 他出現大門要坐車離開 林萬宏的事件 希望為最軍國書館的正義 來做一個結束 15號晚上上出 市集書頂頭寫說 對最軍國書館的婚照 他感覺很不安 萬一附起政治的建議 市集露台 馬總統在第一時間 接到市集書以後 也漂亮得配準 昨天晚上 馬總統也已經准遲了 那館長之間的部分 他是為這一段事件 國書館造成的一些紛擾 他深感不安 所以夫妻政治責任 那麼就低出了辭辰 林萬宏的事件 配準在前一天 就已經淡薄看得出來 因為在離婚宜畢生的時候 李衛部辦國書館的官長 對外面說 參民國百年票算的名單 都不再看過 現在出身的林萬宏 跟李衛是一句來一句去 這樣兩格匹配給 讓李衛批評說 公開說八十位 認為說沒有主價最官長 林萬宏的態度 負責任議員是很不滿 甚至很慌憑 同學拿著要將他送去 檢查他來調查 也因為總統府很大關注 今次在十五歲晚上 林萬宏提出事件需要 馬總統順便培准 李衛機派總統府的 負責順序 老保貴 暫時代替國書館 官長的事務 現在綜合報導